吃得多也要动得多 现在肥胖不只是人类的问题 宠物也会出现肥胖的困扰 运动少容易养成肥胖的体型 只要看见看不到腰身的毛小孩 大都可以被归类为肥胖 此外结痂也尝试造成动物肥胖的原因之一 疫情期间如果宅在家也要特别留意 现在的宠物吃得好运动少 容易造就肥胖体型 只要看不到腰身的毛孩 多数可以被归类为过于肥胖 此外结痂也尝试造成宠物肥胖 另一个原因 高桥动物医院院长殷宏远表示 长期食用人类食物 零食或是以家中饭菜为主的宠物 是造成发胖的主因 而结痂丸的犬猫 由于性荷尔蒙缺乏 降低因发情造成的活动力 也会形成体脂肪的堆积 第一个常见的是一些皮肤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在饮食上面 没有做比较完整的照顾的时候 很容易接触到一些食物里面的过敏源 造成皮肤的搔痒 另外过胖的体重 会造成骨骼关节上面的负担 在动物进入老年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行动上面的障碍 最主要还是在消化系统 我们平常吃的太油腻的时候 这会造成消化系统 肝脏 甚至胰脏的一些工作上面的负担 造成胰脏炎 甚至脂肪肝的症状 这些都会造成动物的呕吐 下力 甚至于肚子痛 造成食欲不好的一些原因 所以比较适合的方法是 找到一个最热量跟蛋白质 是适当的饲料 用饲料的方式来喂食 比较能够计算跟控制 他们的热量的摄取 才能够控制他们的体重 那另外就是适当的运动 可以消耗他们的身上的热量 可以维持比较好的身材 基本上如果你们家的狗狗或猫咪 你发现他的腰身不见了 我们说他的腰已经 看不到他的腰了 或者是说走路会喘 他已经肥胖到不喜欢动 这些都是一个肥胖的现象 那其实每一种动物 在他不同的年龄 在不同的品种 我们在动物医院这边 都会有一个评量的标准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动物 是不是属于肥胖的动物 可以带去给兽医师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 过后之后就可以知道 你的动物是属于肥胖 还是属于正常的体型 肥胖造成的疾病 轻者可能骨骼关节的负担 或肠胃不适 重症可能引发胰脏炎 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 所以定时定量喂食饲料 会是比较容易控制热量的方式 市售减肥饲料也是另一种 减重选择 建议四主 宠溺毛孩的同时 少吃多运动 是让自己和毛孩 长期维持健康 互相陪伴的不二法门 这期讲帮演 华林士报导 到这里